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跟季线之间的安全距离又已经拉大 大概有一百点以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季线的支撑也得到了确认 尤其今天指数重新站回到五日均线之上 也为多方怎么样建立一个反攻的一个弹头堡 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对于大盘的部分 对于台股后世的一个看法 我想这段时间即便大盘在整理 我都一直告诉各位 整理是必要的 但是怎么样 趋势没有改变 对不对 趋势没有改变 终究它还是要再去创高 继续往12682来做一个挺进 好 那重点是 除了大盘以外 我也跟各位一再地叮领 我就当季报在11月14日全数公布完之后 接下来有四个半月的时间 它没有重大财报要公布 那会形成一个财报的空窗期 就往年的经验 只要是在这个财报的空窗期 往往是最有利于股价上涨 所以我说这是股价上涨的黄金时段 而在这个黄金时段里头 一些有本质趋势明确 获利数字漂亮的 有题材的法人认同的股票 往往一个大波段上来 就是五成 就是一倍 甚至于一倍两倍这样涨 所以我说这样一个行情 绝对不能够错过 毕竟我说多头行情 对不对 不是比说有赚钱就好 而是要讲说 我怎么样能够赚得最多 我要怎么样能够赚得最快 对不对 多头市场赚钱是应该的 要怎么样赚得多赚得快 这才是重点 对不对 那到底在接下来的 这样的最有利于股价的 上涨的黄金时段里头 你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够赚得多赚得快 有很多人 每天就盯着盘面 对不对 又或者跟着那些 每天都讲说 号称每天都有涨停板的 这些我们的分析同业 那每天看到盘面 有什么强势股 就去追 什么每天都有涨停板 我说即便 让你当天追到涨停板 明天下来了 那这样有用吗 只有一根涨停板 只有一日行情的股票 能够帮你大赚吗 你说没关系啊 明天我再换股就好了 好啊 你就每天在那边换来换去 你每天在那边换来换去 是不用手续费 是不用交易税 你的交易成本就这样 不知不觉就浪费掉了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我说操作股票 你要赚得多赚得快 绝对不是每天在那边冲来冲去 或者每天在那边追涨停 那每天一个礼拜下来 可能五档十档 每天都不一样的股票 我说这样子我敢跟你说了 这个方法你也试过很多次了 我讲你也试了一段时间了嘛 你这底下有点轻吗 你有真正赚大钱吗 我相信一定没有嘛 对不对 你不要骗我说有 绝对不可能有了 因为你每天变来变去的 每天赚那个两三% 万一一次不小心 趴来一次两三就行 那一次两三都还不够赔 对不对 所以这都不是在股市里头 真正能够大赚 快速累积财富的王道 绝对不是 那到底什么一个方法 才能够在股市里面 真正的赚到大钱 真正赚得多赚得快 我告诉各位 资金把它集中起来 股票不用多 不用每天变来变去 你看我的节目 我有每天跟你讲 不一样的股票吗 我有今天跟你讲那个 明天跟你讲那个吗 后天又讲不一样的 一个礼拜下来 讲五档讲十档 散弹打鸟 你认识我这么久 我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我在两三个月以来 我讲的股票不都是那些股票吗 只是说我们中间会有分段做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你我卖掉了 我等待机会再把它买回来 但是我还是持续帮各位追踪 持续再找下一次的切入点 就好比说尼克森 今天拉出第七根的涨停板 今天拉出第七根的涨停板 一开盘没多久 两分钟之内 一开盘两分钟之内就收盘了 就一家到底 蒙古出霞 势不可挡 有没有 好 那这档股票来你自己说 没有看节目的 这档股票我什么时候告诉各位的 又或者你是我的会员 我什么时候带你买的 10月19 礼拜四 时间我记得清清楚楚 对不对 10月19礼拜四 来 有没有 10月19礼拜四 请会员市价出清某一档股票 资金转进3317 尼克森白紫黑字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然后一连三天低档用力买进 有没有 然后一发动 连续三天买 这也是老规矩了 对不对 买完之后一发动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五天六天七天 七天 拉出六根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 拉出六根涨停板 股价从当时22块4 一路涨到40块半 一路涨到40块半 六天七天涨了18块钱 22块的股票涨了18块钱 等于它涨了超过五成六成七成 甚至于八成涨了81% 我有每天跟你变来变去的吗 当时在布局的时候 我有因为它没有涨 我就跟你换到别的股票去吗 有没有 然后涨上来之后 你看在相对高点的位置怎么样 我说过 我们的做股票 即便你看好它一个大破断 但是我说过不是死报活报 该卖一趟的时候 终究还是要卖一趟 所以在11月1号 11月1号 我们把3317尼克森 有没有 3317尼克森大赚 获利出清 11月1号你自己去看 是不是这里 当天40块半 当天涨停还锁起来 对不对 那你看我们在这一天卖掉 有没有卖在最漂亮的位置 你告诉我 我带你买在这里 然后卖在这里 但是我在卖掉的时候 我也一千丁零万交代 我说我卖一趟并不是 我看坏它的后市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这档股票我卖掉 是因为它的短线 毕竟连涨了六根停板 而且还又被分盘交易 所以它极短线有整理的必要 那既然要整理 我说这样的短线的筹码风险 我们就要规避开 所以我一直强调 好的股票 看好大破断 但是操作上面就是分段做 为了就是加大你的获利倍数 另外规避掉短线的风险 你看当时四十块半 有没有 当时四十块半 这一波押回来 最低来到三十四块 四十块六到三十四块六六块 那一波起来也要去十八块 十八块你投六块回去 你投那四千回去 如果你当时没有出一趟的话 你看 是不是就吐回去了 对不对 可是你看我们当时跑一趟 我说回来 等它整理过后 有适当的点位 我们再把它买回来 我也没有买回来 我在十一月十五日 今天十七号 对不对 我在十一月十五号 就是礼拜三 我就领先全市场买回 我也知道今天讲尼克森的人很多 大家都在说尼克森 像今天没有讲到尼克森 我就很不专业 但是问题是 我说今天在才讲尼克森 那是亏差过来跟你奔弊了 你今天讲尼克森 今天跳空漲停 几乎嘛 一开盘就三九点八五了嘛 两分钟不到 啪就瘦起来 你今天讲尼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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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没有昨天先买 你根本今天买不到嘛 你不要骗我 你今天还买得到嘛 你没有昨天买 今天根本买不到嘛 你今天讲有用吗 更何况我不是昨天买的 我是前天十五号就买了 有没有买 来来来 白紫黑字 会员顺便对时对价 有没有 十五号礼拜三 有没有 请会员市价出清 某一档股票 资金转进3317尼克森 出什么股票不是重点 反正涨得慢的 就把它出掉 就算小赔也要出 这个是一样老规矩 对不对 好 十五号买进 对不对 买回来在这里 昨天继续再买 昨天继续再买 市价买进3317尼克森 此股不足的 同步加码 连买两天 连买两天 今天掌停板跳空 创新高 我有没有 又带你买在 最有效率的点位 对不对 我说今天17号 对不对 今天17号 同志朋友 我从19号 就带你买进 到今天17号 一个月 对不对 我对你各自的看法 有改变吗 我有跟你每天 变来变去吗 我就告诉你 当时买进之后 我说你就是用力买就对了 然后一路上涨 我说没有出现 拜向以前 就是爆 就是爆 然后在这边筹码不能够续墙 我们先出一趟 整理 对不对 前天买回来 今天再创高 拉出第7根的掌停板 你告诉我 相较于那些 每天在那边来边去 每天号称都有掌停板 带你去冲 带你去撩 每天都有掌停板 好啦 他每天都有掌停板 我比较烦 我的高票 每天都掌停板 你说一个月来也比较八支而已 七支 一个月下来也只有七支而已 他们每天都有掌停板 我比较烦 但是你自己说 你按照他们的方法 你赚到大钱了没 你按照我的方法 光前面这一波就赚了八成了 现在这一天 今天掌停板又10% 我们在15号买回来 昨天也涨 这样有一波没有 虽然说没有一波也接近一波了吧 你怎么贪到钱 我没有每天变来变去 我没有赚太厉害 大家都有掌停板 我没有啊 我一个月也要七支而已 但是你七支 会大贪吗 你自己说 什么方法对你是最有用的 同样的情况不也在大中吗 一样在10月19连续三天买进 有没有 然后七天一发动 七天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天拉出四根涨停 一样到达141块半 我说筹码不能够续墙 我们先出一趟 有没有 我们在10月19 大赚获利出清一档股票之后 转进六四三五大中 接着下来 11月1号 同一天 我们卖掉六四三五的大中 大赚获利出清 有没有 有没有带你买在最有效益的点位 然后在相对有疑虑的位置 我们先跑一趟 确保战果 但是我说过 不是看坏MOSFI的后事 而是压回来之后 因为毕竟筹码不能够续墙 代表他要整理 一整理我们就要避开 对不对 你看这当时141 压回来低点多少 119 你看差多少钱 差你背口 差113 差113 所以差了28块钱 那你看 这一波上来涨50块钱 如果你没有避开这一波 你就要吐回去 吐回去 28块 是不是要有舍物 花不来 可是你看我们赚完这一波 避开这一波的修正 你看这一次 我也带你买在这里 一样白紫黑字 11月6号 昨天 10点20分 会员对时对价 会员市价出清 一档股票资金转进 6435 大中 10点20在哪里 10点20在这里 对不对 当时119.5 后来拉到128.5 涨停板 然后今天怎么样 今天 继续在涨 对不对 今天继续在涨 那你看 这档股票 从我第一天买进 到今天 我对他的看法有改变吗 没有啊 即便我带你这边卖掉一趟了 我是不是回来 我还一直告诉各位 我们等待机会 等待机会 我还是持续 你自己说 在他整理的这几天里面 有哪一天 我没有在帮你追踪这档股票 我没有因为他不涨了 他在整理 我就看坏他 没有啊 我还是告诉各位 我们早买点 早买点 一直到昨天 我们把它买回来 我也第一时间 就在节目里面 告诉我们买回来 一样啊 跟尼克森一样 大中没有天天涨停板 但是光是这一波段 涨了超过五成 避开了这一波段的压回 现在光这一波涨上来 少说十几%跑不掉 这样也切成了 就算没有天天涨 我没那么厉害 我每天都有 当天把来勾票 但是你告诉我 哪一种方法 能够让你赚钱 你按照我这种方法 这里低档用力的买进 赚这一波之后 高档用力出掉 拉回再买回来 到今天 你说你会赚不到钱 可能吗 所以方法要用对 有行情 你方法更要用对 你说我有坦头 我也生平无大志 只求60分 难得的多档行情 二三十年来 最大的一波行情 你只要有赚钱就好 你的野心也太小了吧 如果这样存定存就好了 不用来股市 好 这些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我们会持续帮大家追踪 好 那我在节目里面 昨天在节目里面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接下来 我们要布局的 对不对 会是这一档 全新的黑马股 大宗 尼克森 都已经有新的波段涨势展开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也知道 很多人 对于前面已经涨一波的股票 这个时候 总是 怕怕嘛 对不对 更何况 这两三天南向 对不对 尼克森又已经涨了三天了 所以 我说已经开始发动了股票 我也不要你去追了 我也不建议你去追了 你现在干脆跟着我们来布局 这一档最新的 全新的黑马股 好 那我说过 今天 要给各位一档新的标的 是要帮助各位赚钱 对不对 不是要走各位麻烦 所以这档股票 一样 为了庆祝 我们的尼克森怎么样 今天 你看几乎完美的初级两趟 买最低 卖最高 押来再买 太完美了 把这份喜悦 除了会员以外 也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今天 这一档全新的黑马股 你只要能够答对 通关密语 它就是你的 至于说通关密语是什么 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会来跟各位 好好地做说明 但是注意 这档股票 今天第几天了 我们的规矩都是三天 对不对 今天第三天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也是最后着急咯 所以 等一下节目 不要转台 好好听清楚 今天的通关密语是什么 然后赶快怎么样 赶快把这一档全新的黑马股 现在还没有涨 我说过低档 就是用力买 用力布局 一波段上来 你才能够真正成为赢家 下个阶段 马上回来 地震了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有步 三 稳住抓住桌脚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平常工作时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9-2333 02-2369-2333 那一天 我跟自己说 我要让你们幸福 你们的笑脸 是我守护一生的失误 我们的幸福 新未来 03-328-9555 欢迎回到现场 我相信大家来到股市 为了绝对不是一个加财金 今天 给探了一千块 来加一块财 绝对不是 我相信你来股市的目的 一定是希望 你怀抱着某种程度的梦想 又或者你希望 你整个家庭 整个 对不对 能够有更幸福 更好的一个生活 又或者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等着需要一笔钱 去做圆梦 对不对 那这些 绝对不是 你每天赚个2%3% 能够帮你达成的 所以我说 竟然进来到股市了 不是每天赚了2%3% 每天赚了2%3% 然后赚了2%3% 不是啦 每天都换不一样的股票 滚石不升胎 那绝对不是 快速自负 在股市里头 能够赚最多赚最快的方法 我刚刚也讲了 尼克森 我们讲一个月了 我们也做一个月了 对不对 这中间 我们在低档买进 高档出一趟 压回再买 到今天 一个月 我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 一个月里面 我从头到尾都在跟各位讲 这一档股票 我没跟你每天变来变去的 可是你看 第一段 就赚了超过八成 这一波我们在前天 我不是今天讲 我前天我就买回来咯 有没有 那到今天 这样最后 我们不要说赚两成 最后十几%有 这样加起来有一倍了吗 有一倍了吗 对不对 跟你每天在那边换来换去的 对不对 大中部也是一样 我讲了一个月了 也做了一个月了 低档上来 高档卖一趟压回 避开这一段修正压回再买 你看今天又上来 对不对 是不是又往前波高点去挑战了 前一波赚56% 这一波少说 那十几%也有 怎么能够赚得多 是每天在那边换不一样的股票 一天两三支 一个星期落下 十几支股票 这样真的贪有钱 你自己讲 除了刚刚尼克森大中以外 再来 我上个礼拜五给各位的这档 我上个礼拜五给你的这档 第一架大标股 3666的光耀 听清楚是光耀 不是光耀科 这是3666不是3482 来 光耀是这样 光耀科没同 光耀科是这样 光耀科它本身 是要往下压回 所以不一样 你可以自己看看 走势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这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档股票一样 在还没有涨之前 你看我们就在低档 有没有 白纸黑字 在没有涨之前 我们就带你事先布局 那你看 在布局的阶段三天 这天给你 礼拜五给你 然后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三天的布局 是不是已经在往上 垫高甚至于中间 还有一根掌停板 这差一点点掌停板 那算起来就要 要两千这样 换句话说 在布局阶段就已经涨了 差不多20%了 然后昨天压回 昨天压回我怎么说 昨天压回我说 压回把握买点 有没有 16号我说压回把握买点 今天怎么样 今天有没有 要果然再涨 再创新高 有没有创新高 你自己算 还在布局阶段而已 就已经先赚了 而且你看 这一个礼拜多以来 我会没有 每天跟你变来变去的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这档股票 是未来有大趋势的股票 因为它是光学模的 好那这个部分 我们有空再来聊 有空的话 你可以自己先去看看 它的获利 是不是获利 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而且最重要的 亏转盈 亏转盈就是转机 看看过去 我带给各位的转机股 它是怎么涨的 光一个郁金光 人家还没在讲的时候 就告诉各位 它亏转以后 精彩可期 有没有 这个我就不再花时间去说了 你认识我够久 我们是共同经历 共同见证过来 所以你看 股票不用多 不用每天变来变去的 好的股票 在它没有出现转弱之前 就一路抱着就对了 直到它需要跑一趟的时候 我们再来跑一趟 即便跑一趟 该买回来的时候 还是要再把它买回来 对不对 你看看 同样的操作 我们的11月第一档 不也是一样吗 第一档买 一个破端上来 现在我们先跑一趟 做获利了结 接着下来 弘扬也是一样 对不对 好 那除了这些股票以外 我说今天 今天我们的最新布局的 全新黑马股 今天最后着急了 还没有跟上这一档股票的 来 注意听今天的通关秘语 请问 三个字 请问哪一档股票 我们在低档买进 高档出一趟 我们在前天再把它买回来 前一波七天涨了六根停板 买回来之后 今天再拉出第七根的涨停板 请问是哪一档股票 三个字 答对的 就可以把这档全新的 黑马股给带回档 它就是你的 没有涨之前 赶快把握付出机会 下个礼拜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像YouTube运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四点间 线上直播最中时 分析师精准凡事解析 水算水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管是跟你安赖在一起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资 请直播 02-2369-2333 02-2369-2333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您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资 请直播 02-2369-2333 02-2369-2333 用天红的二号粉底 遮掩泛黄的风色 用黑色的发油 隐藏异常的落法 用意志力